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醒星 今天我们这期要聊的是雨夜片 不是新片 你看详情这个反应非常的真实 其实我也没有打算录的 但是因为我们那个护肤基本法12345 偏偏中间可能就少一期 姐这个就是人生必须要圆 美季集内没有人看野王录完 是 你懂我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东西不管你看不看 我希望它有一整套东西在那个地方 那这个东西我本来不想录 只是我觉得自己心里有个石子隔在那儿不舒服 那我还是把这种东西录一下 其实乳液这个东西我说白了 有什么用啊 我们先说吧 乳液这个东西呢 我们是用在护肤的一个收尾的一步的 那其实乳液和面霜这两个产品 它是同质性很高的产品 可以说它是季型不同的同一类产品 那其实面霜中间也有折力型的面霜 它很清爽 它可以给油皮用 那乳液中间也有滋润型的乳液 它很滋润 它可以给干皮用 所以其实大家不用拘泥于说 我一定要选乳液 或者我一定要选面霜 这类型的产品 那所以其实乳液这个产品 在我这么多年的使用下来中间 它真的比较鸡肋 所以我用的也比较少 但是所有的产品呢 它存在既有它存在的意义 因为也有很多人可能在换季的时候 有些敏感啊 或者说在春夏交季的时候 如果不用乳液呢 又觉得有一点点干 那用一点点乳液呢 可能有刚刚好 所以乳液还是有它存在的道理的 如果你是需要用这类产品的人 你可以看一下这期 那我们先讲一下乳液的话 我手头有的这几类产品呢 第一类就是无功无过的保湿型乳液 首先呢 我这边就有一个beneficult的乳液 大家可以看到它 非常的清爽 流动性很好 是因为这个乳液 它就分了两种型号 它就分了一个清爽型 一个滋润型 那这个乳液 其实我在柜台试的时候 它的滋润型 都是比较清爽的 所以像这种产品 它后续就可能骗你说 你要再买一个面霜 这个产品 它就属于鸡类型的保湿产品 这不是给我用的吗 因为你皮肤没有问题 它就是一个纯保湿 我用完了吗 你没有用完 男生这么多 对 另外一类呢 就是比较新型的 像这种泡沫型的乳液 是不是很新奇 我看到这个标志 我就想那个专客截力 然后你看它这个乳液 就是泡沫型乳液 你抹开一下 它其实很水 但其实它抹匀之后 它滋润度是很高的 所以其实你不要去拘泥于 这个产品的迹形 关于它滋润与否 你要完全自己上脸去尝试 还有一类呢 就是日系 我讲的那种最常见的 水乳搭配卖的 你会想到的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 奥尔滨的健康水和渗透乳 第二个就是 代科的紫苏水和牛油果乳液 第三个就是 樱浮沙的流精水和自律循环乳 相信是不是完全听不懂 我跟你讲 这些产品都是非常古早 在用户品的人 他会知道这些东西 而且这三类产品 他又都有提出一个 让我非常头痛 以及我非常讨厌的一个理念 就是 鲜乳后水 看到这个瓶子 大家应该都会想到 就是被那个鲜乳后水的 这个理念所控制的那个时期 那这些产品我来讲一下 他为什么会要求你鲜乳后水 因为在日系的产品体系中间 到现在还是这样的 他们的截面 还是比较喜欢用造机的这个成分 所以你用完之后 皮肤会非常干燥和紧绷 然后后续 如果你直接用他的水的产品 因为他们日系 自己也很喜欢用酒精 那你直接用水的产品 皮肤就觉得刺激度过高 我有点扛不住 那他们可能会先说 你要先用乳液的产品 把皮肤这个润泽的底打好 再用酒精水的产品 你这样就可以很舒服 那很多人这么照做了 他就说我先用乳 再用水 我脸上很油 他们又来了一套 他就说我们的乳液一定要搭配护肤棉使用 把乳液挤在护肤棉上面 然后在脸上这样按压 让它吸收 你知道为什么这样你用了 你就觉得清爽了吗 因为你这个乳液中间的油脂都被护肤棉吸掉了 然后你再擦一个水的产品 你后面还要买他的面霜 因为你后面还要做到一个最后一个保湿收底的一个动作 那这样下来 你就可以买很多很多的产品 包括还买他的护肤棉的产品 但对于我来看 我非常不建议大家这么用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 造极洁面 它就是会让我们的皮脂膜受到损害 会让你的整个出油都不均衡 其次 你每天用护肤棉这个东西去擦拭你的脸 你找出层越擦越不健康 这两个动作合在一起 就已经非常不健康了 你后续再用一个大酒精的水 它渗透性又很强 你这样一用 你的皮肤怎么不过敏 所以其实像这样的使用流程下来 我个人是非常反对的 那这些产品 如果你个人说 你很喜欢它的使用感 你喜欢这个产品 你先用水再用乳 是完全正常的一个流程 那我手上有的这些产品 像那个牛果的乳液 它就是非常清爽的 它搭配那个紫酥水合在一起 它就是一个刚刚好 让皮肤有一个润泽的状态 但这个润泽的状态 真好是年轻牛皮不喜欢的 因为很多人讲 这一套搭下来 哎呀我闭口没了 痘痘消了 其实没有这么神奇的 这两个产品 就是一个非常基础的 带一点点抗盐成分在里面的 一个保湿水乳 你不能说用它去完全的抵抗你的痘痘 那关于磋疮 我们有专门录过视频 应该到前面去看一下 那这套产品 其实对于年轻的 旺盛的大油皮来讲 你绝对不喜欢 但对于那种中性皮 或者偏油一点点 它用着 它就觉得很喜欢 另外一个就是乳液大户 就是我们的这个英佛沙 为什么说它是乳液大户 首先一定要用三梦 这个说法就是它流传出来的 然后它旁边有一个刻度尺 它会非常严格的告诉你 你这瓶乳液 大概能用多久 它其实一直规定说 自己就是用28天 这个奶瓶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应该用过 因为我们说到接触乳液 其实我真的接触它 是算接触的很早的 我自己也买过 因为这个产品 它在最早的时候 是分成了28瓶 后来又变成了24瓶 然后一再的改版 它现在总共加上这个黑色的高端系列 它总共是有17瓶 它是根据不同肤质 不同功能需求 分配出了非常多的细分的环节 如果说你对乳液这个产品 是一个非常感冒的人 你很喜欢用乳液的产品 你可以到它中间 去寻求一个 适合你自己肤质的乳液产品 那还有一个 其实基础保持型的乳液呢 在欧美这边比较有名的 就是我们一讲到乳液 我们就会想到它 它就叫全能乳液 然后我手上这一瓶呢 它是一个艺术家合作款 长得很漂亮 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白色的瓶子 中间有三条银色的横线 然后它就是全能乳 这个产品它叫全能乳液 其实不是说你用了它 它就全能了 它就脸上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基础的 保湿型的产品 而且它中间用到了矿脂 所以它这个产品的封闭性很好 它有些许的修复功效 那这个产品 其实它对于干皮来讲 会更喜欢 对油皮来讲 你绝对会觉得它过于厚重 它这个产品的出发点其实是说 我让肌肤的状态属于一个 比较健康稳定的状态 在这个基础上 你再去搭建摩天大楼 再去追求肌肤的其他的美白什么的诉求 这样比较好 我是个人是这么理解 全能乳液的这个名字的由来的 另一类大头型的产品 就是我们讲的乳液中间比较多的 就是修复型的产品 那由于乳液这个剂型 它通常可以做的比较轻薄 它中间有更多的水性保湿剂 所以其实它在于皮脂修复的时候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我们都知道你在皮脂磨破损的时候 就很像是一堵墙上有很多洞 你的水会源源不断从里面冒出来 我们要把这个洞把它补起来填平 但是填平其实还是不够的 我们还要给它稍微的把水返回去一点 所以这就是乳液这个剂型 它能够承载的比较好的修复功效 所以其实我们在欧美品牌常见的 修复乳液是比较多的 那其实一讲到修复乳液 我们肯定第一个想到就是什么 就是李富全啊 李富全可是修复大户 那其实我们讲的肯定就有特安乳 就有这两种 我们在敏感篇讲过这两种的区别 这个比较清爽 这个比较滋润 然后它有一个清爽型滋润型 那对于干皮来讲就用的比较爽 那对于油皮来讲 你用这种清爽型的也足够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德国品牌DMS 它就是继承了德国人的眼颈 它同一个产品分出了三个不同的滋润度 从最清爽到最滋润我都用过 然后它的那个最滋润 就在我用A唇大过敏 皮肤真的非常干 那树皮的时候用最滋润的晚上去睡觉很爽 但是其实白天用的时候 你用最清爽的那个就足够了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国货之光 那就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上水和鸡这个品牌 它也有屏障修复系列 它的基底液是我家中常备 那它的这个乳液也是属于一个 比较好的清爽型水水的那种乳液的产品 同时它油脂其实加的并不少 所以其实你那个水水的肤感过后 后续它的保湿性是不错的 那这个乳液在你肌肤敏感或者是不稳定的情况的时候 你使用它也是可以的 或者说对于某一些很某的A唇产品 你直接上脸你觉得太刺激了 你可以把它混在这个乳液里面用 它可以大大的减低A唇的刺激性 还有一个就是早已经改版 而我在这拿着不知道是哪一年版本的CELAV的PM乳液 这个PM乳液它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皮脂膜修复的乳液产品 它同时还有烟纤胺 如果你是烟纤胺不耐受的人 你肯定就要远离它 烟纤胺这个成分 我们之后会有一个专门的视频来讲它 这个产品就属于你对烟纤胺也很好很喜欢 然后你又需要夜间的一个修护的产品 你可以买这个产品 也是属于刚挤出来这种折离质地抹开水水的 后续也有一个比较强的滋润保湿度的一个产品 最后就有一些控油型的产品 我之前就讲过控油乳液这个产品 它其实也就是万变不离其宗 因为油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第一要么我们就是从根源去遏制它出油 要么就是它已经出在我们皮肤表面了 我们想办法把它吸附掉把它清除掉 所以对于控油一般就这两类产品 控油的乳液有一个就是Fresh的白泥系列的乳液 它就是属于有很强的泥脂吸附性 把你多余的油脂吸附掉 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真的汪汪大油甜 你要用这个产品来控制你的出油 那绝对不可能的 那这产品可能是说在秋冬的时候 对于仍然有些许出油的油皮来讲 你用它可能有比较好的帮助 还有一个就是Cosmetics的Shineless 它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它就是让你的皮肤不那么油框满面 它也是属于一个控油型的乳液产品 但是我实际上用下来 首先是它用完之后会哑光 但是后续你的皮肤不会处于 一直哑光控油的那个状态 你还是会有健康的出油的情况出现 所以其实这个产品是属于说 给油皮用的一个乳液型的产品 但是你不要指望它去控制你的汪汪大油甜 其实说白了如果你真的要控油 也许首先就是说用完水之后用精华的产品 后续接个摇摇乐的防晒产品 它的控油性都会比控油乳液来的强 如果说你真的油到一个不行 你身上带个散粉 你真的好油好油的时候 你铺两下马上就干净了 重新做人 所以其实我觉得控油型的乳液产品 确实是很鸡肋 但是它可能也有少部分那种出油 不是很旺盛的人 可以通过它来解决自己的出油问题 那这一期呢 其实还有几个乳液型的产品 我这边就不再赘述了 因为讲白了有点无聊 那如果你对这些产品 反而你是感兴趣的人 你可以到公众号去看下蚊子板 因为这篇蚊子板 其实早就发过了 那关于护肤基本法呢 我们现在是终于把它做了一个完结 也算是一个圆圈把它圆起来了吧 如果之后我们还想到其他的 关于什么眼霜什么之类的 我们到时候再把它塞进来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